各位觀眾這次是我們的另外一場SAN在美服天梯上的比賽 那剛剛前面一場SAN已經是打了24勝1敗 那之前的1敗我沒有記錯是被虛空給輸掉的 就是經濟輸掉太多這樣 那沒關係那只是一個小失誤而已 那沒關係24勝1敗這個戰績勝率也是非常嚇人 大家現在看到我們的人口是在14的時候下下來狗屍 那對方是神族 欸神族的瓦斯下的特別早 那對啊剛剛我遊戲沒有從頭開始那沒有關係 SAN就是用很正常的方式在補弓兵 然後補到人口14的時候下下了第一個狗屍 我剛剛在MSN上講一些事情 那所以呢稍微慢了一點點但是還OK 那對啊地圖一樣是極熱沙漠 那對啊這個比賽呢一樣是在天梯上比的 所以沒有辦法做OB的動作 就是沒有辦法進入遊戲來做觀戰 但是沒有關係喔我們現在看的是這個SAN的直播第一視角 所以這個更好喔 那現在大家現在看到我的螢幕上面 2100多人在看喔 那這個現場呢有非常非常多的 甚至有這個國外的很多國外的這個玩家在看喔 其實好像國外的玩家比這個台灣的好像還多 OKSAN現在呢在人口18滿的時候呢 準備要來開分礦了 然後這個他的王蟲現在出來了喔 那這個王蟲現在出來 然後讓人口呢變到這個26 那SAN呢這個時候呢就可以開始繼續補兵 那現在補的是王蟲 呃是弓兵還是小狗我沒有看到 但是SAN呢 SAN還蠻喜歡就是一開始就是用幾隻小狗 可能兩隻四隻 或六隻的小狗呢 頂多如果對方有兵 要來這個你知道 要來防守的話 可能到八隻小狗就好了 那其他的這個所有的單位 所有的幼蟲呢 全部都來補公兵 那這個是蟲族玩家非常非常值得學習的地方喔 這個SAN呢 每次看這個SAN有打這種比賽的時候 SAN的公兵數都超多的喔 你知道一個蟲族玩家呢 最怕的就是忘記補公兵 那對啊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呃什麼 神族呢 神族一開始非常非常早下了這個瓦斯喔 我自己都 我覺得沒有 我沒有看錯的話 因為我剛剛沒有抓到一開始的畫面 但是我覺得這個神族好像是 在兵營之前就下了瓦斯 那我覺得我們 SAN呢 可能是有猜到這個神族 有可能會想要速虛空 或是速這個高科技喔 譬如說速虛空 或是速這個巨像 那SAN呢 就很聰明的 在這個神族家裡呢 下了另外一個瓦斯 讓我們的神族呢 無法 無法來 拿這個另外一個瓦斯喔 那這個呢 對如果想要偷生科技的這個神族來講 就很 很這個 很傷喔 非常非常的傷 這樣的話呢 你知道他的這個瓦斯量呢 就只有一半喔 那你知道原本一百塊瓦斯 原本可以挖兩百塊瓦斯 他只剩下一百塊 那個真的是非常 差非常多 非常傷喔 所以呢 呃 神族可能現在也不能 就是被迫呢 不能走高科技 除非 除非有什麼狀況 但是我覺得 我現在很好奇的是這個神族 你看神族到現在 都還沒有 還沒有派任何的兵 去打那個瓦斯喔 那 我覺得神族呢 應該是在 可能是生虛空 或是生 喔 OKOKOK 神族呢現在在扣框 好那神族呢現在是已經 呃 有了扣框的狀態喔 那 這個二框已經出來了 那SAN呢 我覺得SAN可能會開始考慮 呃 會不會要來生第三框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SAN可能會開始要生第三框 我們SAN呢 呃我們神族現在 這邊有一點點的兵呢 推得出來 那我們SAN現在還沒有任何的 這個 就小狗數量不是很多 那主要呢 是門口有三個地吃 那等這個 對方的兵真的來的時候呢 再來補 補夠喔 好 那麼現在看到這個 對方的兵呢 有在地圖中間 有幾隻的少衛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什麼 狂戰士 然後還有追獵者 是大概這樣的兵種組合 那這個其實還好 目前還沒有什麼好怕的 那 呃 只要 在他們真的要 過來到門口的時候呢 趕快補這個狗 補狗 然後用這個地吃 還有這個後蟲呢 來稍微擋一下 等狗出來了呢 呃 再來一起做攻擊喔 做可能包圍的動作之類的 那現在就來看狗 呃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地圖上呢 喔 大家應該看得到我的滑鼠吧 我不知道 大家應該是看得到我的滑鼠 這邊 SAN現在已經 他快速見識小狗 所以這些工兵呢 呃這些這個什麼 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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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都是在補小狗 那大家現在看到這個 對方的這個兵呢 剛好差不多要進來了 那我們的這個 SAN的小狗也是差不多進來 就像我剛剛講的一樣 那麼 這個時候呢 OK 喔我們現在對方呢 在 再來看一下喔 這個剛剛這個對方 是原本要打掉這個後面的門 那麼 SAN現在在這邊 很漂亮的 呃 打掉了兩隻追獵者 然後 對方下了這個立場 想要來追這個SAN 在這邊跑掉了 那我覺得SAN呢 會不會想要跑到對方家裡 來做攻擊的動作 會喔 有 那這就要來看這個對方呢 是要繼續來打這個石頭 還是要來 喔喔喔天啊 那現在呢 我們SAN呢 可能是衝到這個對方家裡了喔 那麼 哇哇我們的這個 呃 SAN呢很成功地 進入到對方家裡了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SAN呢 這邊會很麻煩喔 呃 不好意思這個SAN的對手啦 這邊會很麻煩 呃 這個他的兵呢 還在自己家裡外面 那 有現在這個兵呢 才拉回家 那 這樣子的話呢 SAN就會有更多時間 我們好像看到那個 那個是 是這個 飛躺塔嗎 我沒有看錯嗎 SAN 我剛剛沒有看到這個SAN 有沒有生了二寶 但是呢我們現在看到SAN呢 已經有在 成這個 呃已經有在存瓦斯了 那有在存瓦斯跟這個 礦喔 那他的這個決定非常非常的快喔 那同時呢 因為他的這個 工兵也是補得非常非常的齊 那非常不錯 那我們就來看這邊的狀況 這個對方呢 呃 那邊沒有了 沒有了一些水晶塔 所以沒有辦法蓋這個 蓋冰 那個應該是非常塔吧 我沒有看錯 看等一下 喔有喔現在你看SAN的這個錢呢 八百九百九百九百喔 哇SAN的這個錢呢 數量真的是剛剛好 非常非常的剛好 這個呢 呃需要學習一下 然後現在就來看看 等那個飛躺塔好了之後呢 SAN是不是馬上要來爆這個飛躺 這飛躺數量要是多起來的話 哇 飛躺好了 那現在你看 萌點飛躺喔 這邊點了很多很多的飛躺 那邊有十隻飛躺 那十隻飛躺出來之後呢 這邊現在有三百一百的這個 礦 那同時呢 這個SAN還有在地圖中 有不少的小狗喔 那麼OK我們的這個飛躺出來之後呢 我覺得神書就差不多喊GG了喔 神書現在家裡真的是空空喔 這個飛躺呢 可以去鬧這個一礦的 工兵也可以去鬧二礦的工兵 然後也可以呢 在這個 在他們的這個單位 就是攻擊單位在 在傳送的同時呢 來鬧中間的這個什麼 水晶塔之類的 那會把這個對方的這個兵呢 都關在家裡 沒辦法出門喔 哇這個真的會傷很大 那現在呢我們 SAN也是佔領了中間的這個 額 監視塔 所以對方呢 也不知道現在有飛躺的存在吧 那 我覺得大概百分之八十九是對方不知道 那 現在飛躺呢已經準備要進來了 我覺得我們對方呢 應該是快要喊GG了喔 剛剛那個看對方的兵呢 數量不是那麼多 那現在 哇現在這邊呢 這個飛躺進來了 哇然後這個兵 哇這個 呃這個 呃什麼我們的工兵呢 還拉回來 被這個SAN點掉 點掉不少喔 大概點掉個三四隻 然後這個 哇這個時候小狗呢 同時到了前門來做攻擊的動作 那這個是二線喔 二線操作 那前門後門呢 都同時在打 那我們神族呢 現在一定非常非常的窘喔 那 對啊 呃這邊呢 這樣子 我們的這個神族呢 就喊出了GG 哇 漂亮 非常漂亮的比賽 好 那這個呢 是我們又另外一場的比賽 那這個呢 SAN現在應該是有25勝了吧 有 收了25勝喔 我的天啊 這麼快就給他衝到 馬上就是25勝 然後才一個敗而已 好 那麼他又準備搜尋下一場比賽 所以呢 我就在這邊暫停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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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進來的 一邊 好